谈到律师,我们来先给您看看接下来这张电影海报 它是一部在1991年美国水推出的科幻的漫画英雄片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火箭人》 它叙述的是在二四大战的时候 有科学家发明一种神秘的飞行背包 飞了它之后全身装扮 你就可以飞到世界各地执行各种的探险任务 结果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争夺 而变成了这部电影故事 当然它毕竟只是一部电影 到后来其实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像这样的电影 钢铁人其实也就根据它的构想 后来也根据了漫画所改编成的电影 我们说到这一切只是告诉您 飞行那真是一个人类永远无法满足的伟大梦想 不仅搭着飞机,不仅要去月球,去太空 我们更希望自己身上就有一个个人飞行器 一背上它,我就可以飞到世界各地 离开地面,翱翔在宇宙之间 甚至打破一切时空环境的限制 有没有它呢? 的确,真的有很多人正在研究 而且最近已经开始陆续成熟 甚至有澳洲商人发明的一种东西 最近通过了考验 他说它年底就可以量产 虽然售价可能高达五六百万台币 不见得有人买得起 更不见得有人真敢搭着它去飞行到世界各地 但不管怎么样,个人飞行装备 这真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它的最高时速甚至可以超过时速300多公里 而持续的续航时间有十分钟以上 问题还是那句话 你敢搭着它飞来飞去吗 3,2,1 翱翔天际的滋味太迷人 全球都有行家积极研发 他是发明家兼试飞员梅曼 这位酷爱飞行的澳洲矿业大亨 干脆自己开了间航派公司 Jetpack Aviation 宣称要用这款JB9喷射背包 迎接个人飞行时代到来 这款背包刚刚通过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及海岸防卫队核准 即将进入量产 而去年底 美曼还抢先完成一项壮举 成为全球第一位 以喷射背包飞越纽约上空 绕自由女神飞行的先驱 让世人对这种飞行器 又多了几分好奇 美曼找来好莱坞传奇发明家 尼尔森·泰勒合作研发 泰勒的经典之作 就是1984年 在奥运开幕式上 大放异彩的火箭腰带 如今随着科技进步 人类想飞上天 多了比火箭更轻巧的选择 但重量和燃料的平衡 仍是一大口言 米曼团队花了十年时间改良 最新一代空射背包 采用和战斗机同等级的 两颗小型涡轮喷气引擎 用操控杆控制方向与油门 一次能装38公升煤油 最高时速约63公里 跟32年前的火箭腰带 只能飞几十秒相比 这款喷射背包 平均能飞超过十分钟 安全性也大为增加 我们正在工作上 一半一分钟的船轮系统 开放在半个小时 被船轮无控制 手机说车轮上有什么事 然后它删了喷射背包 声称是全球唯一 名副其实的喷射背包 小到可以放进后车厢 但预估价格高达25万美金 超过台币800万 即使贵得惊人 他们还是乐观认为 喷射背包将彻底改变 人类通勤模式 如果未来上班能用飞的 那还需要爬塞车 他们也可以使用 人类通勤模式 对同时的机构 就算对 sauce 有没有实际模式 可以找到小时的机构 最后是什么 60年代 2007电影中的庞德 就曾用喷射背包 帅气摆脱恐怖分子袭击 到了明日世界 小男孩也用淨化版噴射背包 潇洒升空在天際移動 大螢幕上的創意揮灑 現實中都已存在 將個人飛行器發揮到極致 有這種創意的人還真不少 兩名鳥人在杜拜天空翱翔 從高處俯瞰這片奢華國度 美得令人屏息 主要的 instrument 就是這個 你會感受到旋律 空氣在空氣 壓力 或是新的 庫外飛行的瑞士噴射人羅希 從戰機飛行員退役後 成功開發出這款搭載四顆引擎 平均時速超過160公里的噴射飛行翼 但他無法從地面起飛 得搭直升機從高空一躍而下 羅希不但挑戰過各種景點 也曾和阿聯酋航空合作 為全球最大的空中巴士A380護航 人機共對的場面非常壯觀 以不同面貌問世的個人飛行器 除了代步還能變身靈活救援機 飛行時間高達半小時 不用燃料補給 就能飛將近30公里 由紐西蘭的馬丁飛行士公司 重金打造的這項商業化產品 雖然也叫噴射背包 但被FAA歸類於實驗型超輕量飛機 年底即將量產 不但獲得陸資贊助 大陸網站上也買得到 各國搜救單位更展現高度興趣 即使一台要價超過20萬美金 將近台幣650萬 但財力雄厚的杜拜政府 已經先下訂20組 提供給前線救災人員 對抗地心引力的夢想 始終讓人熱血沸騰 雖然人受價格 法規 安全性等限制 但噴射背包 確實打破了移動方式框架 甚至能跨界運用 離個人飛行夢成真的一天 或許真的不遠了